在香港中文是一個很重要的科目 但很多時候小朋友可能學中文學得不好 家長就認為他是懶或者不專心讀書 但忽略了可能小朋友有讀寫障礙這個問題 而為了幫助他們 我們就和大學的教授和職業治療師 就設計了一套遊戲 叫做魔法文字大作戰 提供小數以廣東話為基礎 而去訓練中文字的學習系統 在準備Mage Chinese這個遊戲的同時 我們研究了香港學童在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中文字詞 例如根據香港交易局的統計報告顯示 的是小學階段出現率最高的中文字 而這個字也是最高頻率的左右拆分結構 因此這個字就是Mage Chinese裡面最首先介紹的字之一 這個樣的安排可以有效幫助讀寫障礙學童 使他們能夠接觸到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字詞 這款遊戲運用了一種叫做skywriting的教學方法 去幫助讀寫障礙的小朋友 加深他們對於每個中文字結構的記憶 skywriting是基於embodied condition的理論 利用人的身體動作及肌肉記憶 將訊息傳遞給大腦加深其印象 這款遊戲需要小朋友拿著無限滑鼠 在空中寫下每個中文單字 透過他們的一筆一畫和較大的肢體動作 有助於學習不同的字型結構及筆順 並期待藉由這樣的練習 可以幫助讀寫障礙學童將其練習效果 內化到他們真正拿著筆寫字的時候 他們可以透過這些遊戲訓練他們的大小肌肉 姿勢控制、關節動感、兩側整合 計劃動作及跨中線 這樣就可以提高他們的積極參與性 以及強化他們的身體協調及寫字能力 將他們所學到的寫字技巧 融入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遊戲專門針對香港的學生而設 有別於其他外國的教材 我們希望可以成為本土的教材 提供到適合的法學習方式 給讀寫障礙學生 令他們於學習於娛樂 中文字幕製作為编念 中文字幕製作為编 групп 恐怖的